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葱花可以多一点 这样更好吃 不到两分钟 面团就和好了 直接盖上保鲜膜 这款厨师机自带发酵功能 直接在搅拌缸里发酵就可以 把茄子切成小块备用 加入一勺盐 让茄子去掉一下水分 我还煮了一点粉丝 腌制十分钟左右 茄子就已经开始出水了 稍微挤一下水分 粉丝煮软后捞出 给它切碎 放到肉馅中 用热油淋在葱花上寄出香味 再加上调料 我们家老抽没有了 把粉丝拌上老抽和蚝油 颜色会更好看 面已经饧发好了 直接装上搅拌勾 搅拌排气 给大家安逆一下我家这个电蒸锅 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叠套收辣 用起来的时候只需要从大到小 依次按顺序的放上蒸盘就可以 蒸盘还有不锈钢的可以选择 八种预设菜单不用一直看着 对新手小白也比较友好 面团已经排好气了 我们直接给它分成若干份 我大概给分了每50克一个的剂子 擀成中间厚两边薄的包子皮 先擀出几个 现在开始拌馅了 馅料不提前拌是为了防止馅料出水 这样包的时候会更好包一些 按照自己喜欢的包包子的手法 封口就行 今天货的这个包子皮非常软 蒸出来的包子也是非常松软可口的 电蒸锅有20升的容量 平常用它来蒸一整只鸡 或者蒸整条鱼都是可以的 包子醒发20分钟左右 选择对应的菜单就可以了 蒸包子时水开上锅蒸20分钟 这个时间用来做一个番茄蛋汤 我喜欢先把一部分番茄炒出汁 加入水 再放入整块的番茄 这样能吃到块状的番茄味道非常好 大家可以试一试 要想做出轻薄的蛋花 一定要水开后关火再拧入蛋液 今天准备炒一个炭烧笋丝 这款笋丝洁白无添加 特别适合老人孩子吃 铁锅放油 加入姜蒜爆香 放入肉末炒散 加料酒 放入笋丝 加一点生抽蚝油调味 因为笋丝比较薄 所以这个大火爆炒就很好吃了 再来切个类纸豆腐 没有买到皮蛋 直接用榨菜拌蒜蓉酱 调了一个酱汁 也很好吃 我们的包子也蒸好了 蒸熟之后的包子先不要着急打开 闷三分钟 今天做的包子特别松软 又大又白 每一个都是满满的馅料 没想到茄子馅的包子也这么好吃 我女儿一口气都吃了三个 好了 今天的美食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明天见